字幕提供 我们还是没有复议 所以我意思说 国民党现在在看到很多案子的时候 你若要党 要看到十这个字就 他们是制作你们长得帅吧 不是 因为他们四年后会变成第二大党 我的意思说 你如果真的想党 那你就去党民党案子 没有民党案子不敢党喔 专门党时代力量案子 看你武席好欺负啊 对啊 你如果要党啊 那也要讲出个道理来 你懂我的意思 你如果讲出个道理来 要党也可以 昨天国宴的时候 不是昨天 前天 国宴的时候 我旁边就有个牌子叫洪秀柱主席 空的 我本来想说我等他 等他来的时候 问他说洪主席 你干嘛一定要拉我们的案子 那你要有什么道理 他就知道你要问他问题 你不敢来啊 那我要讲一下刚才几个 在国宴的时候 旁边就是美国智库的桌 那高硕泰就是 这时候 民党内定要派去美国的 他就在那边 其实他已经开始在安排 处理美国那边的关系 那高硕泰之前是 吴钊燮在驻美的时候的副代表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余情余礼 应该真的是 让他赶快上任 因为小英六月的时候 又要去访双巴 那这里面一定会过境美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处理都应该很正常 那我讲南向 南向不是只有台湾 我们现在怎样讲 南向好像一副 两岸不能太依赖 所以我们要做南向 没有 所有的国家都在做南向 我们只是动作比较慢 其实不是明天 应该是这个周末 欧巴马人就到越南 对 南向 对 他去越南干什么 越南开始要讨论 美国是不是要对 越南的军购开始解禁 那越南的回馈是什么 开始把一些异议人士放出来 那为什么要对越南军购 开始解禁 因为当然要处理 南海的问题 当然有所谓这个地区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说 大家都在做南向 我们台湾做南向 所以建议小英去了双巴之後 再去巴基斯坦 就变成三巴 不行 你去了巴基斯坦 就很难去印度了 这两个国家是四仇 去巴西比较順 巴西 有茲卡病毒 不过谈到 刚刚这个盟葬委员会之外 我们要来谈一下 因为在现在的宪政上面 似乎也有一个很大的烂谈子 不知道怎么样处理 不知道蔡总统 是不是能够解决 我们来看一下 危机一就是破坏了大法官的交错任期制 危机二就是造成行政司法的互动僵局 第三就是干涉权力的分立 而破坏了宪政的秩序 第四就是侵害了人民基本权力 那这里特别谈一下 就是太阳花学院的时候 检察机关 对于马恩九受益 对集会表达意见的群众 学生实施强硬的驱离手段 到今天那些被检察机关起诉的学生 或是群众在法院审理的时候 公诉检察官 有时候连犯罪事实都不知道 甚至已经在审理当中才着手找证据 如此的作为算不算是打压人民言论 跟集会的自由 OK 那接下来就是马总统 可能会好一阵子 这个这段节目的话 娱乐也有话 会谈马英九总统卸任以后 马英九先生他的处境 因为这些案子 其实这案子 寇姐 他引发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 黄定义律师也提过 这很多的案子 事实上是很早就告了 但是放着就是不管 然后突然在519的时候 他的一个把案子该结的都结了 然后突然又丢一句话说 还留着20几个案子 这里面 再再都看到这个 政治在操作司法的 斧凿的痕迹 你怎么看 马总统 马先生 未来的处境 就是马英九 他在司法里面 一直有很多的说法 是说他大法官全部 一定要任命所有的人 等到他们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搞不好打大法官 这个视线的战争 那这个看起来 应该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黄世民跟他 现在是难兄难弟 那黄世民曾经是非常的酷吏 然后他又做过检查总长 所以他手上 是不是有很多 外界不知道的司法检查 系统人士的AB档案 一定有 如果他监听了 这个黄金平 柯建平 那应该有其他人 就还没给他出来 所以他手上 应该是可以帮这个 马英九来防护 那接下来就是说 在520之前 大概10天 我觉得不管是特征组 或是地检署 他们的那种非常诡异的这个行动 就是地检署是把100多个案子 都贞结了 而且是以他没有这个 以他有刑事豁免权 然后地院 地方法院把柯建明的那个 要限制马英九这个 出境的那个刑事制数 也把他驳回 后来高院居然又说 要重新裁定 因为地院的理由 是说他是刑事豁免 这也很奇怪 难道没有弱日条款吗 以后你这个 一个任期到 最后一个礼拜 连看守内阁 最后一个礼拜 都不可以做重大政策 是啊 那法院怎么可以呢 那我自己观察到的是 我觉得特征组 跟台北地检署很可恶 就是说 台北地检署 那个蔡碧宇 他绝对是有 看到绿的政府执政的 一种政治投校上的投机 那特征组是不是也有 这位叫做闫大和的 以前大家都认为 他跟绿的不错 你知道闫大和跟 现在的法务部的次长 陈明棠 对 关系非常好 是 他们应该是差不多 同届的同学 那如果说闫大和 发现不对劲了 然后他们跑去跟绿营说 我们以前都是被马英九压制 你不觉得他们最后的举动 感觉上好像说 我是被迫的似的 如果是有人这样的话 就很可恶 因为段宜康在脸书上写过 他写的当然不是司法界人士 他不是说写了很多那种 那蓝的在政权交接的时候 临时投诚的人 然后又获得重用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特征组跟地检署 是最需要注意的 那他们司法界人士的同学 关系又非常 因为有前后期 而且是很封闭的体系 对啊 所以邱大山 希望他能够 能够非常的独立 客观的来判断这些问题 这个特征组的检察总长 跟地检署的 蔡碧玉台北的这位检察长 其实已经失去 我们大家对他们的信赖 那你改革什么司法呢 要金门高分检 不管怎样 应该要处理吧 对 我觉得司法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粗糙 就是前一天 签结 签光了 第二天告诉你没有 我还有二十四个 而且差这一天 就是刚好在政党 轮替的那一天 那不是自己把自己公信力都打烂掉了吗 可恶的是 對不起 我怕说他可恶的是跑去跟律營的说 我們是被压制的 其實我都已经结了这么多了 我觉得这种 这些人 这些检察官完全不值得信任跟同情 因为以臺灣的司法制度 谁能压制检察官啊 你高兴起诉谁就起诉谁 你高兴不起诉谁 就不起诉谁 如果他们心中有升迁 或者是有被亂掉的危险 你有做了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被人家抓住把柄了 才有办法压制你嘛 對不對 要不然檢察官這個無上至高無上的权利 我們不被檢察官压制就不错 檢察官還能被人压制 所以不是利用你就是威脅你 所以我覺得這些跑去 如果真有人跑去跟律營的哭訴 說什麼他有委屈 我覺得這些都是壞蛋 都騙人的 而且蔡英文在講 蔡英文在講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舅直演說的時候 因為他在現場看到那個 那個人民的反應 他超有感觸 他後來回去之後 他也覺得 哇那個時候的那個氣氛 完全不一樣 就完全獨立出來 就講司法這個是 爐壘掌聲 對那個爐壘掌聲 就是總統他自己知道 就這件事情有多迫切 那我覺得當總統 看到現場群眾反應 而他自己也提認到說 對這件事情 我看那個氣氛就是不一樣的時候 我覺得就一定要 一定要大刀闊服 趁著名氣可用 趁著名氣可用 大概是他演講最激情的 對他現在說司法改革 要由林峰正 就是國安會諮詢委員 你們實在力量的那個 對以前民間司改會的群長 那他已經離開了 我不是 那他不熟 沒有不適合 國安會來處理這個不適合 我不知道林峰正 是不是一個有抗壓性的人 就是由陳碧招負責 林碧招 林碧招 因為這個東西是跨院紀的 對因為有司法院跟行政院 要照得住啦 所以才由總統府來作為一個召集的單位 然後看起來就是第一波 就是請大家告訴大家說 請大家來講說 你對什麼司法的這個案件的這個拖很久啊 我們都可以寫投訴寫法 或者是為什麼 他會上網 為什麼就是這個標準不一致啊 就等等各式各樣明月 然後他們才會有細部的安排 看看這個會該怎麼開 而且查案子的時候 把人家找去的時候 那個講話那個態度那麼壞 而且有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去查前總統 有的時候 卻又不用查現現總統之類的 為什麼標準不一的問題 就是這些恐怕都得在十月份 那一場會當中 我被一個女檢察官就講 被告 被告 可是他沒有 他是對你非常有成見的 他講話就被告 後來他幫我起訴 他那個語氣很壞的 全部都是所有的人在檢察官法官面前 都是這個 涉嫌人 他是以無罪作為推演的 你們這些司法官訓練是什麼啊 其實過去扁政府在第一任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白玫瑰嘛 還有一些法官收會嘛 所以後來那時候司法院院長 拉茵趙還為此就請辭下臺吧 所以包括我覺得 拉茵趙好像不是在扁政府吧 那個馬政府 馬政府第一任 我想說白玫瑰變成沈水扁嚇一跳 就二零一零一年那個 那一年間嘛 我覺得所以社會各界 一直始終對法官有存疑嘛 就是說他的判案的部分 不止喔 太不相信了 所以包括後來推動 推動一些官審制的一些改革 那我覺得司法改革 這一個事業 所以延續性嘛 我覺得說 你們也雙手贊成嗎 我覺得這個是要推動啊 就是說不然為什麼那個法務部 跟司法院他要推動官審制 執行長蔡政員都支持司法改革 對 他覺得 對 我覺得這個司法是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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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